中巴之间的友谊可谓是十分深厚 在网络上也时常可以看到 巴基斯坦人发布一些爱慕中国的言论 中巴关系被我国定义为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全世界独自一层 游记得5.12大地震期间 巴基斯坦对我国进行了无条件援助 赠助给灾区人民大量的救灾物品 那么除了铁铁以外 一旦自于蓝室 还有哪些国家会对五国进行无条件援助呢 要说当前这个世界上与中国关系最好的国家 除了巴基斯坦之外 可能会不少人都会相当俄罗斯 虽然历史上中俄之间有着很多恩恩怨怨 但在当前美国的不断围独下 中俄两国还是选择了奥团取暖 我国官方将中俄关系定义 维系时代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 由此可见当前两国合作之紧密 俄罗斯多人少 其拥有着丰富的自然资源 而我国人口数量巨大 人均资源却不多 俄罗斯可以将资源出售给我国 而我国可以将其加工为轻工业产品 供俄罗斯使用 这两以来 我国应既有所发展 俄罗斯人民的生活视频也有所提升 军事方面 作为前苏联的主要继承者 俄罗斯拥有着许多军事技术 而我国因历史上工业化进程较为落后 军工技术的激励较为有限 从俄罗斯引进军事技术及武器装备 也可提升我国的国防实力 俄罗斯应收回克尼亚而经济 造西方国家的打压 在这之后 中国以不低的价格 大量购入俄罗斯化石能源 这时俄罗斯冲过了经济低迷期 如果中国有难 想必俄罗斯也会有所运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